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在高端材料领域的技术发展也日益引起关注 特别是在钢板和铝板的生产和应用方面 台湾不仅在军工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更凭借其技术创新和制造能力 逐步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供应者在军工领域 钢材是制造各种军事装备的基础材料之一 尤其是在潜艇 战舰和装甲车等 需要承受巨大压力和冲击的设备中 钢材的强度和耐用性尤为重要 台湾的中钢公司作为钢铁生产的领导者 近年来在高强度潜艇钢板的研发上 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种潜艇钢板 作为现代潜艇设计与建造中的关键组件 其性能要求远非一般钢材所能及 它不仅需要具备超乎寻常的高强度 以承受深海环境中有水压带来的巨大硬力 还必须在极端低温 高盐分 强捕石等多重挑战下 展现出卓越的耐久性和稳定性中钢公司 凭借其深厚的材料科学研究基础 与精湛的制造工艺 成功研发出这一革命性的潜艇用钢板 在设计过程中 中钢公司的研发团队精心调配钢材成分 巧妙融入多种合金元素 通过复杂的相变控制与吸出强化机制 显著提升了钢板的强度与韧性之间的平衡 同时 它们创新性地采用了先进的热出力工艺 确保钢板在经历深海极端压力后 仍能保持结构完整 性能不衰 这种钢板不仅能在900米深的黑暗海域中 滚如磐石 更能比喻海水侵蚀 展现出极强的耐辅实性 为潜艇的隐蔽性与安全性 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而将视线转向陆地战场 台湾在高性能装甲钢领域的突破 同样令人瞩目 这些装甲钢 作为坦克 装甲车等地面作战装备的核心防护材料 其性能直接关乎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台湾的军工企业深知这一点 因此 在材料处理与表面涂层技术上 投入了大量研发资源 它们通过精密控制合金成分与微观结构 实现了装甲钢的轻量化设计 同时保持甚至提升了其抗弹性能 在表面涂层方面 更是采用了先进的防腐与耐磨技术 进一步增强了装甲钢的综合性能 这些高性能装甲钢的应用 不仅减轻了装备的整体重量 提高了机动性 还显著增强了其对现代战争中 各种炮火与弹道威胁的抵御能力 它们如同一层肩不可摧的铠甲 为台湾乃至全球的地面作战装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展现了台湾在军工材料领域的深厚底蕴 与创新能力 在装甲钢领域 台湾的技术核心 引领了一场材料科学的革命 通过不懈探索与实践 台湾的军工科学家们 成功地将新型合金成分融入装甲钢中 这些合金元素经过精心挑选与配比 能够在不影响刚才强度的前提下 有效降低其密度 实现了装甲钢的轻量化设计 这一突破性进展 不仅减轻了装甲车辆的整体重量 提高了其战场上的机动性 还使得车辆在保持高速度移动的同时 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 而热处理工艺的创新应用 则是台湾装甲钢性能提升的又一关键 先进的热处理技术 能够精确控制钢材内部的相变过程 优化其微观组织结构 从而在降低重量的同时 显著提升装甲钢的抗弹能力 这种强化机制 使得台湾生产的装甲钢 在抵御炮火攻击和弹道威胁时表现出色 与此同时 在铝合金领域 台湾同样展现出了强大的研发与生产实力 铝合金以其轻质 高强度和良好的抗辅实性能 在航空航天领域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台湾的企业与科研机构紧跟国际潮流 不断投入资源 进行铝合金的研发与创新 尤其是在高强度铝合金板材的制造上 取得了显著成果 这些高强度铝合金板材 不仅继承了传统铝合金的优异性能 还在强度 韧性等方面实现了大幅提升 满足了现代航空器 对材料性能的极高要求 台湾的企业正逐步将这些先进材料 推向国际市场 与全球知名航空制造企业 展开竞争与合作 共同推动航空航天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台湾的一些铝材生产企业 通过引进先进的铝冶链链和加工技术 成功研发出一系列 适用于航空器结构的高性能铝合金板材 这些铝合金板材的卓越之处 在与其全面而均衡的性能表现 它们在强度和刚度上 均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确保了航空器在极端飞行条件下 依然能够保持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同时 这些铝合金还展现出了 优异的焊接性和成型性 为航空器的复杂结构设计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和灵活性 设计师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创意 设计出既美观又实用的航空器部件 从而推动了航空技术的不断进步 在军事航空领域 轻量化设计 一直是各国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台湾的军工企业深知其重要性 因此 在铝板材料的应用上 投入了大量研发资源 它们通过深入研究材料性能 与结构设计之间的关系 不断优化材料组合和结构设计方案 成功实现了航空器各部件的轻量化 这种轻量化设计 不仅减轻了飞机的自重 降低了燃油消耗 还提高了飞机的飞行性能和作战能力 在军用飞机的机身结构与机翼设计上 高强度铝合金板材的应用成为了亮点 这些板材 不仅显著提升了飞机结构的整体强度 还通过减少材料用量 有效降低了飞机的自重 从而实现了飞行性能 与燃油效率的双重飞跃 这种轻量化设计 不仅能够提高飞机的作战半径 还能增强其灵活性和机动性 使台湾在军事航空领域 具备了更强的技术优势 与此同时台湾的航空器制造企业 也逐渐与国际军工巨头建立起合作关系 共同研发新一代航空器 进一步提升了在全球军工市场的竞争力 除了刚才之外 台湾在先进电子元件 高性能计算芯片等领域 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台湾是全球半导体制造的领先者 台积电等企业的崛起 为全球电子产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 而这些技术同样在军工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台湾的芯片制造技术 被应用于各种高精度的军事设备中 例如导弹系统 雷达系统和通讯系统等 进一步增强了台湾的防务能力 尤其是在潜艇制造和无人作战系统等领域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台湾的潜艇制造项目 一直是其国防自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随着中钢等企业在潜艇钢材技术上的突破 台湾有望在未来的潜艇项目中 实现更多的自主设计和制造 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 台湾也投入了大量资源 现代战争中 无人机和其他无人作战平台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台湾的军工企业正在与国际合作伙伴一起 开发具备自主导航 精确打击能力的无人作战平台 这些无人系统不仅可以用于侦查和监视 还可以执行复杂的作战任务 例如电子干扰 战场支援等 台湾的材料研发将持续向高性能 高强度和轻量化方向发展 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 台湾将继续投入自愿于新材料的研发 无复合材料和新型合金 进一步提升军事装备的性能 尤其是在高温 高压环境下的材料应用研究 将为潜艇 战斗机等复杂系统的开发 提供重要支持 台美在钢板和铝板材料领域的合作 也将进一步加深 美国军工企业对台湾材料技术的认可 为双方在新材料研发和应用上 提供了更多机会 通过技术交流和合作研发 台湾的钢铁和铝材企业 有望借助美国的先进技术 实现更高水平的产业升级 同时 美国企业也可以利用台湾的高性能材料 提升其自身产品的竞争力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